請市長讀書上面的文字 我說這顆蛋有問題 柯文哲用好小好小的音量 讀自家大巨蛋報告 有這麼難以啟齒嗎 我細 我細啦 好那另外一個人呢 他還真的用手術刀來切 原來北市府的大巨蛋報告 想耍幽默 搭配一張漫畫 途中柯文哲穿著衣絲袍 拿著手術刀 畫在蛋上說 這蛋有問題 上頭有騎著二龍的趙騰雄 和長相疑似馬英九的人物 說出連電視台 都得打馬賽克的不雅用語 我跟你講 這種是漫畫 有需要在這裡這麼大聲嗎 一個髒話 竟然可以公然放進市長專案報告裡頭 這什麼樣輕蔑的態度 任何公文書要送到議會 要嚴格審查 不能用這麼輕挑的字眼方面 以公文書送達議會 對議會方面是非常不尊重 對市民也是不尊重 控制的時間不認錯 連議長都動怒了 要市府好好檢討 隔著了解這幅漫畫 出自台灣守護月刊 但市長市的幕僚 自行轉載放進報告裡 這白蜜也有一書 那市長的出處做的報告呢 台灣不恰當 會懲處嗎 懲處 這種小事 長官自己有看過自己就要負責了 被抓到小辮子就認了 就認錯道歉 道歉說的不是很甘願 或許因為罵髒話 對科屁來說 只是真情流了 高渾受訪時 經常有髒話 口頭禪 習慣成自燃 騎日人氣高 自有佛者追捧成性 предлож人 如今民調摔了 最好還是謹言盛行 是吳清俊 全霧文 Agen長台北報導